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是2021年的2月16日星期二,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呢,不是聊房产,我们聊一下最近的一个封城啊 那墨尔本呢,作为整个全世界封城时间最长的城市 这一次呢,又封城了 这一次的封城呢,预计是会在本周三,也就是明天的午夜结束 但是具体怎么样呢,还要轮到维州的州长Daniel Andrews来公布明天的一个具体的安排 看看是会解封呢,还是会延期 那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数据啊 今天的社区传播是两人,海外确诊两人 所以总体的数据呢,还可以 其实呢,这一次的封城来讲,维州的数据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很恐怖 那在宣布封城的当天呢,是由于来自澳网的一些选手啊 相关的人员陆陆续续的确诊 而且呢,担心会有社区传播的风险 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这边病毒已经变异了,对吧 所以呢,这一次本身搞澳网这件事情啊 很多当地的民众是反对的 觉得现在呢,特殊时期干嘛还要搞这个澳网,迷你不大 事实上呢,我也注意到澳网呢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去现场看 大家就在电视机里看看算了 所以导致澳网这个票子啊,根本就是卖不出去 很多已经买票的朋友呢,还收到了这个短信的通知啊 说可以免费再多看一场,甚至两场的比赛 反正都卖不掉啊,进行这样一个促销的活动 那无论如何吧,维州州长Daniel呢,自然也有他的考量 因为本身呢,澳洲在墨尔本举办这个澳网呢 就是一个传统的活动 对于当地的一个经济呢,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而且这一次停掉呢,维州州长的原话呢,是担心说 可能这个举办前啊,就会被别的国家抢去 比如说,悉尼啊,或者说布里斯班等等,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呢,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呢 这次确实是一个冒险啊,举办了澳网 那结果呢,我们也看到了,墨尔本正在经历第三次的一个封城 现在大家真的都习惯了,就待在家里呗,对吧 还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这一次的封城呢,就感觉墨尔本的民众啊,都非常的淡定了 觉得没啥好说的就丰美 昨天呢,我的朋友圈啊,被一组新闻刷屏了 就说法国一个有名的在这边的brunch的餐厅啊 就网红餐厅嘛,关门了 叫做Hardware Society 这个餐厅呢,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平时呢,都是人流络绎不竭 而要吃一餐都是要排队的 然后呢,现在这个疫情的影响呢,自然是生意大减啊 他们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呢 平时的日流水啊,都是一万以上 然后呢,他们最近的几天的这个日流水啊 只有三百多澳币 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不得不关闭 那这个呢,其实只是疫情期间的一道缩影啊 那他们也说了,这一次的封城呢 真的是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他们不得不选择 就关门大吉了 好在呢,他们还有另外一家店啊 关的是City的这一家总店 还有一家店呢,还是目前在正常营业的啊 但总体来讲嘛,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都是一个悲伤的消息 因为这个网红店很有名,味道也很不错 很多人呢,都在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很多男女朋友呢,选择在那里约会 现在呢,这家店就这样关门大吉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其实也算是一段青春的结束啊 那刚才也讲了,这个只是疫情期间的一道缩影啊 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件 要知道呢,就这一次啊 为期五天的这样一个封城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据说呢,光经济的损失就会达到一亿澳元以上啊 另外呢,对于餐饮业本身啊 损失也会达到三千万至四千万以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叫Ocean Made的海鲜店老板啊 他平时呢,就是专门给这些餐厅啊 给其他的这些风销商啊 输送海鲜的,生意做得非常大 这一次呢,因为轮春节又是情人节 本来是做生意啊 赚大钱的一个好机会,商机来了 所以呢,他提前订购了很多的这个海鲜啊 都准备好,问这个当地的渔夫买来 对吧,做好准备,然后准备大赚一笔 来回回雪 因为之前这个疫情的影响,对于海鲜的这些经销商来说呢 自然是非常大的 结果呢,现在搞这么一出封城啊 海鲜都卖不掉了,只能烂在手里 或者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卖掉 而且呢,这一次封城期间 正好又赶上了一个情人节啊 很多这种花朵啊 鲜花,尤其是玫瑰花,不得不丢弃啊 要知道海鲜也好 包括鲜花也好 都是这种非常难保存 而且呢,保鲜器又非常短的这种材料 所以说呢,这一次封城的影响 虽然我们看到只有五天 但是呢,对于商家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此呢,他们的损失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甚至呢,有一些商家啊 就已经是非常愤怒了 要告这个维州的政府啊 要告州长说 这样的一个做法是灭绝人性的 因为呢,其实这一次的疫情并没有那么严重 那顶峰的确诊数字呢,是一天五个人 相对来讲呢,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维多利亚州就不能做到像新州 像悉尼这样控制住这个疫情 新州这边呢,过年的气氛是非常浓厚的 甚至悉尼的市长啊 跑到唐人街去发红包 另外呢,有这种五龙五十的表演 商场上呢,也充满了新年的这个气候 可是墨尔本呢,却做不到 是不是墨尔本的这个追踪病人的系统太糟糕了 还是说,维州的州长真的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醒神 现在看到数字一超过五个以上 马上就封城 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事情怎么是个头呢,对吧 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尴尬 又开始了 当然了,也是有好消息的 就在昨天呢,悉尼机场这边已经到获了 第一批共计14万只的辉瑞的疫苗 希望这个疫苗呢,能对疫情造成正面影响 让我们赶紧克服这一波疫情 那今天呢,刚好有机会 我是要去CBD做一个验房啊 因为验房属于必要性的活动 所以是被允许的 那验房期间呢 我就拍一下CBD的一个目前的情况 主要呢,是维多利亚市场 因为据我所知呢,维多利亚市场啊 有传出新闻说,这个确诊的人来过那里 所以也算是一个危险区 或者甚至说是重灾区 那那边呢,现在情况怎么样 究竟还有没有人来买菜呢 让我们去健身一下 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 墨尔本的第一华人区博士山那边的情况如何 好了,下面就请随着我的镜头 我们去往现场吧 我们现在到了博士山啊 可以看到博士山停车场的空旷 整个商场里面呢,也没有这种过年的气氛 没有太多的装饰 这个呢,是原先VW百货商店的位置啊 现在也关闭了,在招商里面 医疗中心呢,倒还是开着的 毕竟是医药性的名店 像这种储区店啊 就只能说去取货 不能进去消费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FuPaul美食中心 就全部围起来了 又再一次的围起来了 不能进去吃饭 只能外带 那这些美食中心的几个人 对台呢,倒是开着的 还在营业 那生意呢,也不是特别好 外面的银行一条街啊,也没什么人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外面摆了很多的加出来的座位啊 但是根本没有几个人坐在那里 整体来说呢,是很空旷的 我拍摄的时间啊,已经是11点了 但真的是现场没杀人 倒是看到鸽子有三两只 回来看啊,这FuPaul里面都没杀人 黄衣服的就是送餐人啊 整个博士山呢 唯一一处,盘得上 有年味儿的,就是这样一个装饰品啊 整个博士山的商场呢 唯一稍微有点人气的啊 就是这个买菜的 肉铺啊,海鲜铺这些啊 可以看到,我们有几个人的 但也不算特别多 那毕竟呢,这个是民生用品 对吧,你可以说是不出门 但是呢,总得买吃的吧 OK,那我们现在去韦多利亚市场 大家看啊,我现在来到的背后呢 就是知名的韦多利亚市场 那之前说的这个市场啊 有确诊的人来逛过 所以一定也是搞得人心惶惶啊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CPT 来到韦多利亚市场 这个算是重灾区啊 来看一下情况究竟如何 因为呢,这个市场啊 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名声的 这样一个产业 肯定是会在疫情期间继续开张的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人流究竟怎么样 还有没有人在里面购物啊 我们看到这个公地 这边呢,在造一个大型的综合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 包括48套的经济试用房 估计到时候购买肯定是有规定的 另外呢,包括幼儿园啊 120个人的幼儿园 加紧的幼儿园 幼儿园 还有小区域 基本上就是给弱势群体使用的 具体怎么样,我们到时候再看 上次看的时候工地还没怎么开进啊 现在已经造到这了 这速度还真是够快啊 这边的宠物店和水族板 那都还开着啊 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必要性的企业 但无论如何吧,还开着 我家的狗狗就是在这里买了 但现在这会儿没人啊,根本没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开着为什么 其实意义不大 有一半的这个商场呢 都已经用紧接线给围起来了 不开放了 里面呢,我就看到有洒水车在打扫 没有人啊 像这样用这个紧接线给围起来 全部关闭了 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一部分的维多利亚市场呢 都是购买一些零售品啊 小礼品啊等等 总而言之不是必要性的 所以就全关了 那我们看看开着的这个部分吧 我看到这边有一块牌子啊 前一期有今年 有时候会有煎口小吃 有音乐 有舞师 还有孩子的一些玩具啊 活动时间呢 是上周日的2月14号 就是情人节那天 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估计随着封城呢 自然也就取消了 这里呢就是八果蔬菜区 我们看到现在车离子上市了 10块2公斤啊 看这个质量还不错 另外呢就是最近这个菠萝啊 也上市了 价格呢应该也还行 我看一下多少钱哈 这边是报价是6块钱一大个 这边就是瓜果蔬菜的一个售卖区啊 右边还有一片 两大片的这样一个区域 这一块呢人倒还是挺多的 挺热闹的 虽然呢跟巅峰时期的人流没法比 但总体来说还不错 青菜是八毛钱啊 八毛钱一束 一束是三卷 这个是 我们看啊 玉米棒子也是八毛钱一个 总体来讲呢 这个维多利亚市场的蔬菜水果啊 售价呢 会比超市里的绝对要便宜的多啊 我们看啊 富士水果 上面还标着这个平安 啊 还有公司发财 牛油果也是一块一个 应该发现啊 这边的价格总体来讲呢 确实是更便宜一点 比起超市里买 或者说去其他的这种本地的 生鲜水果店来说啊 那这维多利亚市场呢 肯定是要更便宜一些 所以呢人比较多 我因为大学时代就住在附近嘛 所以说也经常来这边逛 但最近都没有啊 上一次来这边已经是好久以前了 可以看到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戴着口罩的 大家还是比较重视的 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另外一块七 看 啊这个 那几个 几个 米猴桃 五块钱五克 价格还可以了 这么大的这个奥姆啊 三块钱十个 看这个大小 可以吧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葡萄柚 打折了 四块九毛九 一公斤价格也还可以啊 维多利亚市场真的是来买买菜 逛一逛还是不错的 我真的是大学时候经常来逛个小半天 没什么问题 买点东西对吧 又实贵 如果说你是一大家子的话 其实挺适合来这里 周末的时候啊 大家有听到刚才这些吆喝声吗 这也是我很喜欢维多利亚市场的一点 他们经常会有人在这边吆喝 就特别有气氛 尤其呢等到下午快落势的时候 各种此起礼物的吆喝 多少多少东西 一块钱 海鲜什么十块钱一盘啊等等等等 真的是非常有气氛啊 很热闹 下面我们看一下海鲜和生肉区啊 买了这样一盒桃子啊 十块二币还可以啊 这个大小够健 回去吃吃看 这边呢就是海鲜和肉类区啊 我们看到还有中文啊 还有写这个吉祥话 看看这个龙虾多少钱啊 啊 什么是新鲜的龙虾 七十澳币 一块金额 还有卖蟹腿 这边是这个青红啊 青红的话便宜点 是六十四块五澳币 这边海鲜的种类还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主要呢就是生蚝 各类鱼 三万鱼也特别新鲜 我看看三万鱼多少钱啊 像这种十六块九毛九一公斤啊 这种是没处理的 处理的就会贵一点 处理的我们看分类的 像大幅的话是三十二块五澳币啊 鸣水鱼自然很贵 是八十澳币 这一片呢都是海鲜区啊 各种种类的 非常的丰富啊 还有澳洲的蓝蟹 价格的话我看看是二十八块五 也还行吧 不算太贵 可以接受 基本上呢就是外围啊 外围全部都是卖海鲜的 里面呢是卖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用这个 玻璃罩子罩起来的所以呢 心外还可以不算太重 总体呢都是处理的很干净的 感觉也挺舒服 这一家呢我以前经常来啊 他们有很多的袋成组 就已经弄好了 调料都割好了 直接就烧就可以了 两公斤十开澳币啊 还有像这种啊都已经 叶包粉都帮你裹好了 一块大盘十六澳币 牛肉种类也挺丰富的 这个就很方便了 那像这种就是 蠢肉类的各种呢 牛肉啊猪肉 主要是牛肉多一些 还有羊肉也有 但牛肉是主流啊 主流中的主流 看这种各类香肠啊 都是半成品 像这种卖鸡肉的店啊 多半都是做成半成品 这样呢就真的是很方便 对于留学生来说啊尤其是如此 你就不需要调料配料 直接就上手烧就行 你好 你好 这边的话就是卖这个牛肉为主啊 我们看 牛腩的话14澳币一公斤 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店关着的 但总体来讲呢 大部分的店还都是开着的 不过人流真的是少了很多 要知道呢 周末来的话这边几乎是人挤人的 就是忙不过来那种 现在的话人真的好少啊 我们看啊像这种 这种 就丢在边上了 所以不省于是煮菜 买的人又少 他们就这样随便的丢在一边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就可以说是 半买半送的一个价格 自然就很便宜 但你看啊像这种牛肉啊 那就贵了对吧 好的这种牛眼肉30块一公斤 特价的话也要21块一斤 已经不便宜的 我是不太知道国内现在牛肉行情多少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请告诉我 在评论区留言 我也想对比一下 谢谢大家了 你们看啊像这种汤口啊 一袋一块奥币看到吗 混到了 一袋一块奥币 就这个价 所以对于这种留学生来说 烧骨头汤真的是最佳选择 又便宜又好吃 我当年就经常这么干 好的呀 那基本上呢 这个区域也就逛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先拍到这了 好的 关于这个市场呢 我们就拍到这边啊 我就买了一盒桃子 然后买了点鱼片 因为呢 没有准备这个购物车啊 大部分本地人来这边买东西 肯定要准备购物车的 那所以呢 就稍微买一点就走吧 那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带大家看一下在封城期间的 墨尔本的华人区 还有墨尔本著名的维多利亚市场 也算是景点之一啊 总结来看呢 对于商家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 人流少了很多 但是墨尔本的当地人呢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淡定啊 就总体来讲还是该干嘛干嘛 并没有说就惊慌失措或者怎么样 大家还是比较配合的 大部分人呢都待在家里 好的那今天内容呢就是这些了 我也是冒着一定的危险吧 拍了这一期的视频 希望呢大家会喜欢 请多多的订阅分享关注支持我的频道 那如果有什么看法 也请在评论区跟我聊聊聊 一下你对墨尔本这第三次封城的想法 好的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 我们下期再见啊拜拜